字幕君不哭 嗨我是姐夫 大家好 嗨我是姐夫 大家好 未然耶 我要怎麼介紹 大溪徐若瑄 屁屁屁了 還是大靈許若萱 還是大溪王靜雯 對不對 對對對 大溪王妃 大溪王妃 今天我們很榮幸請到大溪的Vivian 李姐今天來幫我們做一個甜點 大家好 很榮幸來到姐夫的食堂 那為了配合老師的聖誕大餐 所以呢 我們今天會為各位做一道很簡單上手 又可以溫溫的吃 在冷冷天氣裡面溫溫吃的甜點 那這樣非常好喔 大家也都知道姐夫不會做甜點 今天剛好請V姐來教姐夫做甜點 聽起來也是很簡單 要是我有辦法上手 你們應該也可以上手 那我們待會就開始囉 V姐今天要幫我們帶來什麼樣的甜點呢 我們今天要做的一個甜點 是一個美麗的錯誤叫做翻轉蘋果塔 翻轉蘋果塔 好的 那我們先介紹一下我們今天需要的材料 我們今天的材料有低筋麵粉 糖 鹽 無鹽奶油 蛋 塔餡的部分呢 有青蘋果 有無鹽奶油 砂糖 檸檬汁 還有香草 喔 那看起來我們的食材不是很複雜喔 只要非常簡單的一道甜點 那待會我們應該就可以很愉快 很輕鬆 很優雅的把它給完成囉 是 那太好了 好那我們就開始吧 我們先做塔皮 塔皮 OK我們先做塔皮 這塔皮啊 我們有三種方式可以做 那這個KA的攪拌機 如果你家裡沒有沒有關係 我們也可以用食物調理機 如果你家裡也沒有食物調理機 沒關係 雙手萬能 我們可以用手揉的方式 OK 我們就用手揉 其實看起來應該也不會很 因為我們的份量不多 所以還OK 就是用手揉的操作也不會太久的時間 好的 好 那我這個就先把它收起來囉 首先我們把低筋麵粉 低筋麵粉 放入 泡下去 對 OK我來 鹽 糖 放入 鹽是這個 對 放入攪拌鍋裡面 對 糖 這是糖 我們先把這個乾淨食材呢 攪拌均勻 我們先把它攪拌均勻 到目前為止跟姐夫在做印度餅 很類似是不是 很親切 好接著我們要放入再室溫的奶油 像今天這麼冷的天氣呢 我們大概要兩三個鐘頭之前 把奶油切成小塊讓它回溫 回溫之後呢 放入我們的乾粉裡面 攪拌成砂狀 來我們請姐夫示範一下 如果現在夏天天氣很熱的時候呢 我們通常半個小時之前拿出來 讓它回溫到手壓下去 它可以凹陷就可以了 好 那今天比較冷 它有凹 可是沒有凹得很開心 OK 可是因為我們手有 今天手有一點悶度嘛 所以今天手操作其實是滿適合的 喔 那我可以用叉子嗎 OK 你先把它奶油都沾滿粉之後 用手做一下成砂狀就可以了 如果你手溫搓太久的話 它會容易化掉 那我先用叉子把它切碎會比較快 OK好 這樣子嗎 對對對這樣搓 這樣搓 OKOK 這樣很快對不對 對 因為即使變氣很冷 你的手有溫度 到目前為止 跟姐夫做的沙蒙沙 感覺很類似 欸我們今天是做蘋果台耶 哈哈哈哈 成砂狀 我們看一下 我們現在搓成砂狀 就可以了 好 現在要倒入私信材料 因為今天份量比較少 所以你可以一次加入 加入了之後呢 把它成團就可以了 攪拌到什麼程度呢 就是你沒有看到粉就可以了 不需要再過度攪拌 現在我們用保鮮膜來分團 我們今天的份量 大概可以做兩個9吋的塔皮 一個大約350克 成團之後 直接放在保鮮膜上 為什麼 他們在弄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都還要再進冰箱裡 比較好成熟 如果那個糖太軟的話 你比較不好塑形 它要讓它奶油跟麵粉 做充分的滾 所以放在冰箱裡面靜置 我們現在先把它 用保鮮膜包起來 稍微用擀麵棍 擀成一個方形大小 放在冰箱裡面 靜置3到4個小時 如果呢 你前一天晚上做 第二天再拿出來 時間上面是剛好 要靜不到3到4個小時 那我們先把它冰起來 冷藏就可以了 對 冷藏就可以了 對 冷藏就可以了 沾一個小時到了 我們抓一點手粉 從冰箱拿出來的塔皮 稍微讓它回溫一下 沾一點手粉之後 把它擀成 幾點4公分後左右的圓形 因為我們今天是用鑄鐵鍋來做 我剛剛量了一下 那個鑄鐵鍋大概是9吋多 我們待會找一個 類似的模型來做裁切 直接擀 然後放在盤子上面 對對對 然後再放冰箱 再放冰箱 好香 這奶油好香喔 是不是 對啊 呵呵呵呵 拿一個叉子 在上面搓凍 上面均勻的搓凍 這樣就烤了之後可以透氣 我們炒完凍之後 我們把它放到冰箱裡面 讓它再冷卻一下子 對 大概要多久的時間 差不多炒好餡就可以拿出來 OK 那我們現在把它放到冰箱裡面 好那我們現在準備內餡 今天的份量大概用到4顆 蘋果要先去皮 切成muffin 去脂 放鹽水裡面 或是抗氧化 那蘋果有什麼要求嗎 青蘋果是最好的 因為青蘋果甜脆 那我們先來削 我來去皮好 好 不過今天的青蘋果有香味 欸 我們吃到這裡 我想要分享一下同用的小火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怎麼會被打架 哈哈哈哈 沒有啊 因為我有一點點 看不下去了 我有一點點看不下去 我有一點點看不下去 就是很 旁邊 壓力就算強了我 哈哈哈哈 那我們來看專業的示範 那其實 削皮刀 大家都要用 可是啊 怎麼用 它會比較方便 會比較安全 那其實 還是有一點點美感 那我們做西餐 會用大刀去削 練習削那個洋芋 是 對不對 要削洋芋的時候 我們第一件事會做什麼 把頭尾切掉 我以為要洗乾淨 哈哈哈 洗乾淨之後 哈哈哈 好 那我們洗乾淨之後 我們第一件事要做什麼 是 對不對 好 我們第一件事會切掉 那為什麼要把頭尾切掉 就是 頭尾它有個弧度在不好操作 我們要在削皮的時候 最重要的是要取直線 用削皮刀 不管再削蘋果 還是削任何的 地瓜也好啦 馬鈴薯也好 只要有用到削皮刀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概念 我們先把頭尾弄掉之後 接下來我們就是走直線 喔 真是長是不是 這樣子比較快 這樣子真的也比較安全 為什麼到底照你手上像神一樣 哈哈哈 OK 那其實這樣就會比較 OK啦 請原諒該死的 歐型住女座 哈哈哈 你削個蘋果都會有一些 你要讓我試試嗎 哈哈哈 就麻煩你久了 嗯 我是覺得這是很好的一個方式啦 然後當然就是跟大家 做個分享 是 對 然後 還有在削的時候 這根 這個 這個一定要先把它拉掉 哈哈哈 又不然就像剛才一樣 你會被它 影響 請原諒 該死的 歐型住女座 哈哈哈 哈哈哈 如果用刀子切 嗯 頭尾去這樣子切掉 也可以啊 就更快 其實也可以啊 沒有啦因為 用刀子切的話 齁 你就會用到兩種工具 那其實就 其實也不是都不好 好很多對不對 嗯 而且啊 好 我是建議 像這樣子的話 喔 用手指抵著 比較有施力點 對 好 這樣子 你稍微靠著就好了 怎麼樣我西餐課是沒有上完的 哈哈哈 哈哈 好 大刀 發生什麼事 通通交給你好了 哈哈 最後一顆了 OK啦 這個就是炫技而已 這個沒有太大的用處 最主要我們還是用削皮刀 我也建議用削皮刀 為什麼用削皮刀 因為用削皮刀 它會比較省 我覺得它不是省的問題 是 手指比較安全 對 手指比較安全 好那我們待會 我們先用一些 檸檬水 來預防它的 涼化 食用水還是要用 食用水 食用水 好 食用水 哈哈哈 微毛的金牛船 哈哈 哈哈 請原諒 微毛的金牛船 我們用盐用水 然後我們加一點點的 蘋果汁 蘋果汁 增加它的風味防止氧化 是 我們現在要 好 那菲姐 是 接著我們今天要做的 翻轉蘋果塔 它有故事 對 其實這個翻轉蘋果塔呢 是一對塔丁 塔丁 原文名字應該是塔塔丁 是這個甜點的名字 這個塔丁姐妹呢 住在法國中部的一個小鎮上面 這兩姐妹在那個地方開了一個旅店 旅店通常都有供應餐嘛 就有一天呢 那個姐妹在做蘋果塔的時候呢 突然發現 忘記把塔皮放在底下 所以呢 就只好把塔皮蓋在蘋果上面 沒想到 出爐之後 翻轉之後 變成一道很美麗的甜點 是 因此名聲大噪 那很多人慕名前去吃 這一道甜點 所以說我們今天要做的 翻轉蘋果塔 對 其實我們很多不管是甜點 甜點也好啦 餐也好啦 它都有一些故事在 如果說我們在製作它的時候 知道一些故事 其實會增加我們對甜點的印象 也會增加我們對烹飪的興趣 是 對不對 其實是很好玩的 OK 這樣子 好 接下來我們來炒塔蟹 首先呢 先把烏煙奶油放在鋁鐵鍋中 然後 奶油融化了之後 把糖倒進去 先炒糖 對 大概炒個四五分鐘 擦成焦糖色之後 就可以把蘋果放進去 你是耐熱的嗎 耐熱的 均勻的翻炒 讓奶油跟糖混附在一起 或在用鋁鐵鍋的時候 會要小心一點 我都常常會忘記 鋁很燙 是 對啊 所以說用鋁鍋的時候 大家都要小心一點 它這個餅會燙 對 隨時要準備一個 隔熱手套在這邊 是 對 為了增加風味 我們會加一點香草夾 進去一起煮 那如果你覺得風味不夠呢 我們有準備香草紫醬 大概兩克的份量就差不多了 香草精可以用嗎 香草精是可以用 只是它比較 對 那我喜歡用天然一點的東西 當然 所以 待會兒它差不多炒成焦糖色的時候 先讓蘋果在鍋子裡面過一下 那讓蘋果沾滿了那個焦糖風味之後 再把蘋果撈起來 不需要翻炒過度 所以我只希望它能夠很均勻地沾上那個焦糖醬就可以了 你在炒的時候那個奶油的香味就開始了 香啊 對 做烘焙 奶油的爐質跟香氣 對甜點來說是非常的重要 好 姐夫再來這一方面就要多學一點 我們做餐奶油就沒有那麼多的要求 那我們可以很明顯的感覺到它已經開始變色了 對 變焦糖化了 再炒個兩分鐘應該就差不多就可以了 其實最主要還是要去觀察它的焦糖的變化 因為糖啊有時候溫度很高的時候啊 它會沖得蠻快的 所以那個焦糖色如果顏色太深的話 容易會有一點的味道 關於這點姐夫就知道了 有時候還是會用得到焦糖在做餐的時候 我們差不多像這樣子起泡狀態的時候 就已經稍微有點滾了 還是現在就有焦糖的味道出來 焦糖的味道出來 好 那我們現在差不多 差不多可以放蘋果進來 就開始放蘋果進來 因為它現在是焦糖狀 所以說我們在放蘋果的時候啊 要特別小心一點 才會生健 也不久練過 所以說我用手 好了我們現在把蘋果均勻的沾上 焦糖醬之後呢 拿一個夾子把它夾出來 放在我們的大柏林裡面 好香喔 這時候我們加一點檸檬汁 等一下它會不會到 把蘋果放出來 好香喔 對好香喔 好 那我們現在要做的是收汁 對 稍微收一下汁 那我們現在要收汁 就是讓它再把它煮到 稍微濃稠一點 濃稠一點然後 對然後把它過 很整齊的排放下去 我不會燙 V姐也練過 對 那其實有一個技巧 你只要速度快一點 你還沒有感覺到燙 這樣 你完成它的動作 你莫煞神經不發達 這是這樣子嗎 是啊 我以為這是我的 特殊功能 對 我以為這是我的特異功能 原來是有病 糟糕 我就跟你說 我那個莫煞神經不發達 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有酸甜的味道對不對 醬汁好好吃喔 醬汁好好吃喔 禮糖趴勝 嘴夫甘口人 比較香 嗯好好吃喔 我們烤箱預熱190度 烤箱預熱190度 烤箱預熱190度 好已經在預熱了 預熱至少要20分鐘喔 你快把它吃完了 對啊 真的好好吃喔 奶油的香味 焦糖的香味 還有點淡淡的蘋果香味 是 好 差不多了 我們把那個香草夾挑起來 好 香草夾挑起來 在這 我們現在把 剛才我們沾滿了 焦糖醬的蘋果呢 整齊的 排列在鍋中 綠姐 這個我來 關於這個的話 就要該死的O型處理做來做 哈哈哈哈 我們就盡量把它來 好 讓它補滿 拿出冷藏的皮之後呢 直接覆蓋在我們的鍋子上面 好 然後呢 這多餘的部分呢 我們用一點小工具 比如說叉子啊 把它折進去 讓它完全覆蓋在蘋果上面 好 包覆完成 好 直接進烤箱 放下層190度 直接連鍋子一起進去烤 烘烤的時間大概是30到35分鐘 那我們直接進烤箱囉 好 請計時30分鐘 出爐囉 好香喔 金黃色我們就可以出爐了 要再等5分鐘 讓它稍微涼一點 再來翻轉 太燙了 所以你也很難操作 那我們就等5分鐘 OK 把它量一下 好 現在我們就來脫模 翻轉 哇 這個好刺激喔 好期待 稍微敲一下 用它能夠殺 敲一下嗎 有用嗎 你這樣子手的感覺 有可能比較有 對 或是放一球酸奶 然後餐厚甜點配個酒啊 是 就是非常溫暖的餐厚甜點 好 今天我們的甜點 翻轉蘋果糖 就完成囉 接下來我們就來準備我們的 煮菜囉